第一檢署今天上午提訓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理了一個大光頭 戴著手銬 穿著藍白拖 走出球車進入北檢引發外界關注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表示 柯文哲快駕崩了 所以出招吸引話題討論 柯文哲替光頭是為了要懺悔 一起來聽王世堅的最新說法 看到光頭覺得說 那他就是要懺悔 那懺悔也好嘛 對社會 對他的家庭的一個懺悔 當然我不能樂主代保幫他講話 只是我說因為現在柯皇要駕崩 那當然這個他還有很多事情必須交代 是不是透過剃光頭也是一種交代 也說不定 那剃光頭有幫助嗎 對輿論上 對他家庭和諧有幫助 家庭和諧什麼 他先道歉嘛 你說為了那個妖精嗎 逆填妖精 那個 好 此刻的議會 針對柯文哲李光頭進入北檢 王世堅表示 因為柯文哲快駕崩了 現在外界討論 對柯文哲越來越不利 所以他才替光頭 要來懺悔轉移焦點 而柯文哲昨天爆出全美奉信騷案 王世堅也意有所指表示 柯文哲替光頭 可能也對他的家庭和諧有幫助